黃紫瑄 好 環宇姻緣團今天來到了東門市長廊 特別請到的這一位喔 是我們電台做客Reagan Life的主持人 同時他也是金曲的客家歌手 歡迎黃紫瑄老師 哈囉 諾門 嗨 各位環宇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紫瑄 孟紫瑄 今天來到了這個東門市場呢 全新的這個錄音室啊 對啊 其實來東門市場有一段時間喔 這個位置是我們跟政府新陳柱的一個地方 本來它是一個倉庫 我們想做一個Open Studio 其實來來往往在市場外面 每到假日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就在這邊晃啊 然後來玩這樣 因為東門市場現在在新竹 算是一個年輕人很喜歡聚集的地方 嗯 其實這個Open Studio在台灣是很少見的 其實大家常常都問我說 為什麼會想在市場做一個廣播節目 為什麼不去Studio做就好嗎 在廣播節目來說 其實大部分都是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是 那我覺得在市場裡面 它是一個有機的生活存在 你看看在外面這些走來走去的人 他就是生活在這裡 他就是來這裡玩 所以今天有時候我們在市場裡面錄音的時候 錄到一些大家的走動的聲音啊 鐵捲門的聲音啊 打掃聲音 對我來說都是很自然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生活的樣貌 其實廣播就是一種生活嘛 大家在生活當中可能會聽聽音樂 聽聽廣播 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情 在這邊也當然要跟子萱來聊一下 為什麼會想要研究所謂的母語創作 那我一開始出社會工作是在電視台 本來我也在做音樂 但是我是幫唱片公司做他們的詞曲作者 然後幫他們寫歌這樣子 一個因緣機會因為做客家節目的關係 這些前輩像謝宇偉老師啊 黃麗玉老師 他們就說欸 我沒有聽你寫滿多華語的歌曲 他說那你們的樂團要不要來唱客語的歌曲 然後就說欸 好像沒有想過這事情喔 我的想法就是消化他一段時間 後來就成立了樂團叫愛沛百里姐姐 一開始都是覺得很有趣啦 來嘗試做一些不同於我們聽到的客語歌的樣子 民謠的也好 惡搞的也好 搞笑一點也好 那做完這個團體以後 大家對我音樂上面的注目都在魔語上面 嗯 包括我何樂圍的創作都是 而且透過我的音樂 讓大家對王子軒這個人理解更多 一開始覺得好玩的事情 到了一個年紀以後啊 開始這些東西就會變得很像使命感 很常有人問我說 新竹式的客家文化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真的要去探討真的太難了 可是我不就是個客家人嗎 我不就是在講客家話嗎 我的存在不就是客家的存在嗎 是 其實我還蠻好奇 為什麼會選擇東門市場 因為新竹其實很多的地方 都是蠻古色古香啊 或者是蠻代表新竹的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在東門市場 弄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覺得東門市場這兩年來說 它像是一個品牌 年輕人聽到東門市場的想像力是很豐富的 像我前陣子去教大講客 跟他們講了很多客家文化的東西 他們其實沒什麼感覺 但是你跟他講一些現在他生活中可能會有的事情 他說那我們去東門市場喝兩杯 他們很興奮 因為他們知道東門市場 現在代表就是一個很chill的氣氛 當然第一個先決條件是東門市場現在變熱鬧了 很多年輕人往這裡跑 那我覺得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是有希望 其實東門市場就跟這個錄音室一樣 市場原本應該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 但是透過了不同的新創成業的融合 東門市場對於新竹地區來講 它是一個很棒很fashion的地方 裡面有吃的有喝的 現在又有子萱的這個錄音室在裡面 那最後是不是也請子萱推薦這個東門市場給大家 我常要介紹二樓有一間酒吧 那間酒吧生意沒有很好 可是它有一些創意我很喜歡 比如說它會用新竹在地的食材 做它的調酒 它會用客家吉醬跟龍舌蘭 客家吉醬Takira 大家一開始覺得吉醬敬酒很詭異吧 超好喝的 它喝完以後 哇這是在地風味客家風味 或者是它還有做什麼貝利斯奶酒結合福原化生醬 或者是我們新竹阿中斌是不是很有名 阿中斌結合福特加 整個吃阿中斌邊喝福特加 介紹他們來市場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抱持著一個 我想要大家喜歡這個地方的心情 你希望這間錄音室在東門市場 賦予什麼樣的任務 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劃 在今天錄音室想要把它完成 我來了以後 其實所有店家都常常在問說可不可以來上電台 他們很期待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讓他們真的透過媒體去發聲 其實媒體這件事情對一般來說好像遙不可見 那市場裡的錄音室就更接近了他們一點點 我們希望讓媒體的話語權可以留給這些 真的在這邊生活的居民一點點空間 大家對市場可能會覺得很陌生 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想像 但你真的來或者是透過我們節目的介紹 你會理解到說 這邊有很多很豐富好吃的東西 我們新竹在地文化的特色 讓大家可以透過節目裡面 就可以認識這個市場的一部分 這個地方的存在我覺得 除了是媒體 它也是一個創意的中心 歡迎大家一起來這邊跟我們激盪想法 是的 也歡迎所有的朋友可以來到我們的東門市場 子萱的節目也會在這邊錄製 每個禮拜六的早上九點到十點 做客VeganLive 今天感謝子萱啦 也歡迎大家多多的來到東門市場 來看看子萱也好 來了解東門市場也好 吃吃東西 很Chill的一個生活態度 今天感謝子萱